在这里我代表辽宁舰全体官兵 祝各位战友节日快乐 今年是建军九十五周年 也是辽宁舰交接入列十周年 可以说辽宁舰的十年 是海军转型建设高度发展的十年 也是新世代人民军队 阔步前进的十年 十年来辽宁舰始终牢记领袖挣脱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积极投身转型备战 航母编队体系断战能力建设 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创造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培养了一大批热爱航母 扎根航母 研究航母 运用航母的优秀人才 作为新世代航母人 我们将秉承 永远征程 永终第一的优良传统 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更现新力量 我们山东舰现在正在海上执行例行的训练任务 借此机会呢 我也代表山东舰的全体官兵 祝战友们节日快乐 入列以来 山东舰全体官兵 牢记领袖嘱托 紧盯主则主业 奋力向战而行 圆满完成了 箭载机试飞 实弹射击 跨区机动 海上补给等各项任务 实现了由接舰试验 向战备训练的重要跨越 全面建设 不断取得新进步 也探索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航母发展之路 随着单平台训练能力作战水平的不断跃升 双航母编队同框训练的场景 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作战样式呢 也会不断呈现新的变化 随着战备训练的不断深入 我相信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手段会越来越多 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下一步呢 我们将牢记使命任务 秉持忠诚勇艺精武至胜的舰训 苦练打赢本领 努力锻造一只一心向党的战略铁拳 一往无前的转型标杆 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